嗨 各位同学好 我是众多老师 各位老师 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 以及国际领域的应用学习 第三循环 过去式 以及复数型的练习 在上一堂课我们教了 EA 赔上SE的结尾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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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也可以念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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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复数型的时候是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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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叫db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轻音的念法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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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过的声词有 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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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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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这个地方同学们希望我们来找下一组运营 来做一个练习 还是一样我们的圆圆音的地方 在EA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下一组运音 EA配上ST 然后利用我们的运音的一个 国籍我们来看下一组运音 EAST 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通常知道EST的时候 我们会念EAST EAST EAST 在这个地方重点来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ST做结尾的时候 如果我们加上ED的时候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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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复数型的时候 我们记得它是直接加S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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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知道T结尾的声词 T结尾的声词 如果加上ED 这时候记得D或T 加上ED的时候 会念T T 我怎么讲D T 那TS结尾的时候我们念T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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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ED结尾的时候 它会变成双音节声词 双音节声词 所以我们先放上面 因为这堂课是单音节 双音节的时候老师会更加的 进阶的解释 那我们就来再看EAST 配上S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注意EA 这一组圆圆音 我们用Pair vowel 对圆的方式来做发音 对圆的时候 通常前方的E 会念长圆音 那要比较小心一点的地方 就是EA有时候 是会念短圆音的 那在短圆音的时候 它是用Digram的一个念法 Digram 我们也把它带进来 等一下Digram 所以EA有另外一种发音 它是利用Digram 就是我们讲的Pair vowel 以外还有一个叫什么Val Digram的另外一个念法 所以说注意 所以当它是念长圆音的时候 我们是念什么 念EAST EAST EAST 如果它念短圆音的时候 Short的时候 并且配上Digram的时候 我们是念S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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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今天把两个声词都带来 我们来先带第一个长圆音的念法 所以我们在首音 首音我们带来onset 我们带来的是F F F我们就念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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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第二个我们的首音 我们带的是BR BR的时候注意同学们来看 为什么有的时候E会念短圆音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R R是一个approximal静音 但是这个静音 如果在E的前方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它是这个静圆圆的一个组合 所以注意通常R 遇到E的时候 会念短圆音 好那注意啊老师刚刚讲的是什么 R的后面如果是E的时候 那通常他会念一个short 他会念一个短圆音 short 所以这时候我们念什么 br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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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个feast feast feast br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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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注意我们在收尾的 这个二合 concerned diagram 二合 辅音 好那今天一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理解到 当他是Ea的时候 它有可能有两组发音 一个是pair valve 念长圆音 一个是vow diagram 念短圆音 把这个East 配上s的复数形 把它列习一下 还是一样 同学们如果喜欢中途老师 David老师 在那边提供给你自然评读的规则 古今标的应用学习 如果喜欢的话 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 留个言 按个赞 做个分享 如果你对语法发音 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 留下你的问题 老师看到 尽快给你个答案 以上就今天教学 也谢谢大家收看